拜登先去南韓兩天 然後再去日本 先後拜回了德仁天皇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白宮方面說 他們中間好幾次在旅途中希望台海和平 不樂見片面改變現狀 而且拜登也多次提到 台灣問題跟台海安全 那今天一個很重要的新聞 就是拜登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舉行了高峰會談以後 有一個記者會 那記者就問 其實是福斯的記者 問這個拜登 福斯記者跟拜登詢問 他說你因為顯而易見的原因 不願意軍事介入烏克蘭的衝突 俄羅斯打烏克蘭都不出兵 問你 你就說因為派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台灣也會好奇 那這麼重要的戰爭你都不出面 那如果真的到了這個地步 你願意介入台灣保衛台灣嗎 如果台海發生危機你願意保衛台灣嗎 拜登會答yes 那記者就繼續問 are you sure you are 他因為他說yes 他說you are you are 真的嗎 拜登說 是的 我確定 所以記者要問 這個記者就好 你確定 拜登又說 這是我們做出的承諾 that's the commitment we made 他之前英文實際上講的 my expectation is It will not happen 我的期望是不會發生 就是台海不會發生戰爭 老公不會打台灣 然後呢我的期望是 It will not happen It will not be attempt 不會被嘗試 不會被企圖 就是說不會有人要企圖 台大外文系 不會企圖 那記者就說 你們以前不是說戰略模糊嗎 這是戰略清晰 這不是模糊 這是清晰 總統講出來的話 那當然就是說 台灣聽了應該會覺得 比較有保障對不對 老公你注意 你不要亂打 打到老妹會來 不過因為總統講講 最好把他寫下來 我是覺得 如果拜登把他寫下來 就比較有一個寫下來 不是嘴巴講 因為嘴巴講到時候不承認 我都忘了 把他寫下來比較有約束力 那白宮也回應了 白宮回應 白宮說 總統所說 我們的政策沒改變 重申了我們的一眾政策 以及我們對台海的承諾 然後我們基於台灣關係法的承諾 提供台灣自衛的軍事手段 白宮又稍微撤回一點 拜登很清楚講說 我們會出動軍事防衛 拜登說又強了 我們會提供台灣自衛的軍事手段 又收回一點 所以我覺得台灣應該趁機 拜登要寫下來 因為寫下來以後對台灣至少 比較有一個書面的保障 我覺得我們可以來思考一個點 其實台灣其實是在美中的角力當中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棋子 我在想說這個部分是一個很客觀的一個陳述 雖然我們一直不願意認為我們是個棋子 那麼在俄烏戰爭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的一個情況就是 當時西方給烏克蘭的外交的詞彙 讓他們可能以為在衝突之後 就是西方會很全力的去支持 可能甚至包括出兵 可是後來其實並沒有 那當然西方他們也給了他們一些武器上面的一些資源 那所以拜登這次就給了一個肯定句YES 就說如果中國入侵台灣的時候 那美國他會軍事介入保衛台灣 那這邊其實我想就是可能想更清楚一點 所謂的軍事介入是什麼意思 那軍事介入的時候 如果說是像後來白宮後來的緊急說法 就是說願意提供台灣就是自衛的軍事手段 那其實現在美國不斷的軍售台灣 某一個部分也符合這樣的一個說法 所以說如果說拜登這邊的 現在給的YES說 如果到時候兩岸發生衝突的時候 美國會出兵出大的軍力 一起來保衛台灣 那這當然是某一個部分對台灣來說 可能會覺得會有些安全感 可是我想講的一個點 只要是發生戰爭的事件的時候 一定不會有贏家 所以我覺得我們一定不應該在這個時間點當中 覺得說美國他有這樣的一個口頭的承諾 我特別想要口頭的承諾 而且這個承諾的定義呢 可能還是很模糊的 他也許只是一個受訪的時候的水口而出 因為拜登之前在接受很多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發現他很快的脫口而出 給了很多的一個承諾 可是後來白宮又開始往回收 那這次情況也很像是這個情況 那我自己想要強調的一個點就是說 美國這樣一個說法的時候 其實並不能夠讓我們在兩岸關係當中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說那發生衝突沒關係 那反正美國會來幫 我覺得千萬不能夠有這樣一個心態 對台灣所有的國人來講的時候 怎麼樣能夠在一個和平安全的環境之下 持續的一個生活 其實大家很重要的一個共同價值 那美國這樣講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點點想要去引發 就兩岸當中更緊張的一個狀態 對美國的戰略是有更大的一個利益的 我覺得我們其實要有更清楚的一個看法 而不能夠因為拜登在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那這樣子的一個我覺得可能相對隨性一點 可能未必這麼樣子的嚴謹 而我們就把它當作是美國對我們一個非常有利的保證 我覺得千萬不能夠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因為國際當中其實是現實主義掛帥 美國到時候真的發生衝突 他們會怎麼做 那就是另外一種的考量 就是說台灣不要把這個當成自己的附身符 因為沒問題的 因為當時我們跟美國是簽有中美共同防衛條約的 那個時候他這樣發動823炮戰 給你打 打得一塌糊塗 美國照樣不出兵 所以到底拜登今天講這話 是說承受他一貫的立場 就是我幫助台灣 讓台灣自己保衛自己 還是他要出兵